今天知识小学堂还要带您来看看 现在大家社群网路上都在夯什么呢 其实三不五十就会有一些挑战出现 最近最夯的就是这个飞梯的挑战 在画面上你有看到 我们等一下带大家来看看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挑战 我们先带您回顾一下 最早2009年还记得吗 有一个铺街挑战 就是不管在什么点都可以趴着 然后这个越荒谬的地点就越红 到了2014年的时候 就开始出现了这种冰桶挑战 把一大桶的冰块水往头上淋 那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帮剑洞人募款 那时候好多的明星都有来体验 还包括像是Bill Gates啊 或者是脸书创办人也都有响应 再来呢 到了2016年出现了假人挑战 最早呢是源自于高中啦啦队 那后来红道连白宫都在玩 这是美国前第一夫人密雪儿 当时呢这个NBA LeBron James也进到白宫 然后呢大家还玩起了这个假人挑战 另外到了2018年出现了这种炫富摔挑战 你也可以叫他土豪摔啦 好看起来好像这个人不小心跌倒了 但他其实是故意的 他会跌在一些 看起来很高贵名贵的地方 比方说旁边有飞机啊 私人飞机 有名车 然后呢包包可能东西洒满地 这里面是一些名牌包 这是主要要显示自己的身价用的 好然后呢到了今年10年挑战 10 years challenger 然后呢这个也是从一个气象专家所发起的 后来大家就赶快去找出旧照片比对 好不过呢这其实跟环保有关系哦 因为十年来环境变迁 气候暖化 所以很多北极熊已经找不到食物了 变得瘦巴巴的 这也是值得深思的部分 好再来最近最新的就是瓶盖挑战了 怎么玩呢 就是把一瓶水放在前面 然后呢透过回旋飞踢的方式 用脚把这个瓶盖给踢飞 但是重点是瓶子不能倒哦 然后你看到的这个是 叶师傅叶问哦 他呢当时就是用蒙眼的方式来挑战 那其实也被说哇太厉害了 杰森斯塔森也有挑战成功 好那同样是回旋踢哦 其实呢我们看到包括泰拳 散打甚至是跆拳道 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技法 但是呢有一些不同之处 比方说泰拳有这种扫腿扫踢 他是用颈骨杠上对方 主要是硬碰硬 然后呢杀伤力也是最强的 至于散打当中有一个鞭腿 他呢是利用颈骨跟脚踝之间的部位 好去踢对方哦去踹对方 这感觉很像用鞭子在抽打 他的速度以及这个杀伤力是至终的 那至于速度最快的是跆拳道 目的呢不是要让对方受伤哦 主要是要踢点得分 好所以呢他是用脚背去攻击脸部 或者是他的胸骨的部分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新闻画面 看有哪些明星挑战成功 转身后用回旋踢的方式 将瓶盖踢下 杰伸石塔身这一踢帅气度爆表 蒙上兴起的踢瓶盖的挑战 明星们通通来接招 舞蹈明星曾子丹还将难度提升 在蒙眼睛的情况下 准确的把瓶盖踢开 盖子还在空中转了好几圈才掉落 展现多年的练舞实力超级帅气 而现在连昆琳也来挑战 戴着墨镜一个回旋踢 就把瓶盖踢下 动作利落林敏 还点名老公周杰伦 肖敬腾 林书豪 一起来挑战 现在欧美网站 掀起了一个踢瓶盖的挑战 挑战者必须要以回旋踢的方式 把这个瓶盖给转开来 而记者现在就会实际测试看看 到底容不容易 踢了一次 两次 三次 统统都失败 瓶盖怎么样都转不开 倒是瓶子飞出去了不少次 来换民众试试看 好打到你 真的没有这么容易 伞跟明星一样一踢就中 在镜头外可能要加紧练功 这些新闻瓶子厂理会 台报道